魏无羡打断蓝旺鸡话 我没有 对你 不是人情 他认认真真的看着他 在此之前 我就想 如果你确确实实是我的敌人 也是我亲手送你去刑场 魏无羡抬手又捂住眼 幸好你不是 可你偏偏希望 我以为你是 蓝湛 你真的 让我好难过 你能不能别让我一个人 带着愧疚活 蓝旺鸡 紧紧拥住痛难自意的魏无羡 魏无羡埋在蓝旺鸡的肩头 再一次在啜泣中 打湿了蓝旺鸡的肩头 破晓东方 埋在被褥里 紧紧相拥了一夜的两个人 肌肤相贴 魏无羡自从跟在蓝旺鸡身边后 他都一向睡得很熟 一开始试妆 后来妆睡被蓝旺鸡发现后 他就撒开了杏子睡 但是现在蓝旺鸡轻轻一动 他就醒了 未等蓝旺鸡说什么 他就蓝旺鸡身上 趴着抬起头来 开口第一句 就是很严肃的 难受 蓝旺鸡摇摇头 伸手轻轻摸着魏无羡的脸 指示道 该起床了 魏无羡轻轻嗷了一声 又埋下头枕在蓝旺鸡胸膛上 听着蓝旺鸡的心跳道 让我再抱你一会儿 就起床 蓝旺鸡依着人 垂着眸 他看着魏无羡的脸 思绪又开始悄然 现在的魏无羡是越来越黏他了 他看着他 可他却还是给不了他应有承诺 又是一次太阳的升起 可这昭示着又是一次的即将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甚至会更加频繁 折磨 痛苦 直至死亡来临 或许他能扛过 或许他真的扛不过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畏惧死亡的人 可是他抱着魏无羡 满心的都是眷恋 他明白魏无羡想要把送走的缘由 昨晚他们交换了彼此的名后 魏无羡又恳求了他一遍 他做了让步 却也不是让步 他当着魏无羡的面 让魏无羡亲眼看着他往上挤打了报告 可他内部设的编码 已把显示成功发送的申请切断 抱歉 他还是不能答应 他不能当逃兵 也不能让魏无羡去冒这一份巨大的险 现在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能枉费了走了这么多年的棋 埋了这么多年的局 终于 魏无羡松开他 伸了个懒腰又问他 你想吃什么 然后又摸摸鼻头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我不会做饭 蓝忘姬笑着看他 不必你做 我来就好 魏无羡咯咯咯笑 蓝忘姬情不自禁 吻上魏无羡的唇 用力抱紧他 却又轻声道 魏英 我爱你 好爱你 魏无羡被蓝忘姬搂得紧紧的 鼻尖萦绕的都是他的气息 听着他的一字一句 说没有感触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一股情绪又让他感觉到心里发慌 这一天 蓝忘姬没有发作 第二天 蓝忘姬也没有事 但魏无羡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魏无羡一直都心交着要拿温若寒留下来的药剂来化验 但似乎蓝忘姬比他更急 除了片刻的休息 他几乎是完完整整用这两天的时间 把这七年来所有的进展都告诉魏无羡 直到 再一次夜晚的来临 魏无羡眼睁睁地看着蓝忘姬两只手都开始抖 蓝忘姬抖着气息对他说 魏英 快 树袋 把我绑起来 蓝忘姬那清醒又逐渐开始浑浊的眼眸里 满是压抑着的痛苦 魏无羡望着他眼中倒映的自己 几乎也快要找不到自己的生限 非要这样吗 此刻神智还算是清醒的蓝忘姬 要 魏无羡手上轻筋突起 无能为力 却也不得不做 约定好的树袋 此刻一道一道将蓝忘姬捆束在床上 可蓝忘姬整个人很快就颤抖起来 额头也开始冒起了一阵阵的冷汗 更加霸道的药物 在蓝忘姬血液中激烈地冲撞 他看着他身体再一次抽搐发抖 几道绳子随着他的挣扎 开始绷成了一条直线 魏无羡此刻立马杀了温若寒的心都有 但是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里 若非连根拔起 除了一个温若寒 还会有第二个温若寒 现在 第二个温若寒已经出现 他甚至比温若寒还要狠毒 金光瑶 海外博士 现在他能检测出来的 那注射器的刺激性成瘾药物 几乎都是浓缩加了呗 成倍的剂量都打在了蓝忘姬身上 他却没有药可以解 染上了瘾 又该怎么解 几乎是无解 魏无羡掉着眼前的泪 他努力攥住蓝忘姬的手 蓝湛 你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上面很快就能接你来了 可蓝忘姬却又在努力开口说着什么 魏无羡努力去听 是近几年来温若寒的交易名目 人物 地点 金额 细致到不能再细 但是 魏无羡越听越发慌 好像等蓝忘姬将一切都说完之后 他是不是就不在了 他就要彻底离开他了 可他必须得听 他不得不听 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 漫长而压抑 他还告诉他 魏英 你有着你想不到的坚韧 也有着非常人的责任感 你比我 优秀 你说你最怕带有亏欠 用尽全力 拼上性命 也要偿还 但你不欠我的 你不需要愧疚 永远不需要 一字一句 断断续续 魏无羡不可置信地看着蓝忘姬 你在说什么 又撕心裂肺地问着他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他妈的是在跟我说一言吗 是吗 你说话 蓝忘姬 蓝战 你说话 蓝忘姬用尽全力压制着自己 让魏无羡走 可还在最后 目光涣散中 他彻底失了空 树袋被他正开 处于极度状态的他 一双手直接就掐住了魏无羡的脖梗 始料未及的魏无羡 直接被他大力灌到墙上 巨大的杂落声与魏无羡喘不上来的气息 在蓝忘姬耳边绕 对药物的渴望 让蓝忘姬根本分不清 自己也分不清对方 心脏在急速地跳 掐在魏无羡脖梗上的手 也一直在用力 踢等的脚步在墙上留下痕 直到魏无羡身体无力地从墙上滑下 蓝忘姬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 他差一点就杀了他最爱的人 丛林间的鸟被惊扰得四处乱飞 一个有着尖尖虎牙的少年 从丛林里钻了出来 他身上任何防护用具都没有 手里还玩着一条蛇 他走在前 身后是那被枪顶着脑袋 却临微不乱地送来 枯枝败叶在脚底碾碎 薛扬扭过头 那犹如鹰损般犀利的视线扫向来人 别告诉我 你是误入 在这片三角区 法不管 律不管 你们那里的法也管不到我头上 在这里我把你活埋了 都没人敢去挖土 宋兰整个头脑都套着黑布 偏向薛扬发出声音的方向 我今天是来 是想和你谈比生意 薛扬毫不客气 你也配 你的好朋友呢 让他和我谈 宋兰道 他的眼睛还没好全 薛扬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你来 宋兰道 是他托我来的 薛扬的语气 像是要好上那么一丢丢 有输吗 可以试试图的吗